别被孤立训练这一套洗脑的 这些来到思路 有粉丝找我看动作 他说他腰酸膝盖疼 那一看动作也是典型的 硬拉攻腰 深蹲膝盖内扣 总的来说就是不稳 那这个粉丝就问了 是不是自己多练山羊挺身 然后再单独练个臀中肌 就能解决问题了 这个就是典型的 头痛一头脚痛一脚的策略 很多人就是因为孤立的太多 造成了一些稳定肌群的薄弱 然后呢 你又打算用更多的孤立训练 来解决这个问题 那最后就是解决不完的问题 总有一条新的薄弱肌肉 让你不知所措 所以我建议就是忘掉孤立 做一些全身性的动作 让全身的肌肉互相见个面 学会合作 那打个比方 想象自己是一个搬家工人 身上抗着杠铃 那你的任务就是下蹲了 然后再站起来 脑子里面想着怎么稳定 怎么高效就怎么来 练的就是全身发力完成任务 不要总想着自己是在练肌肉 那很多人一这么想 就会不由自主的 用一些非离杠杆 去孤立的完成动作 可能你练起来肌肉感觉还不错 但是你之前的这些薄弱肌群 就是这么来的 很典型的 比如学什么只翘腾不出腿的动作 或者什么不带到斜方的小技巧 能带到哪些肌肉 是动作模式决定的 不是你主观能够控制的 包括一些更为复杂的 左右不平衡问题 可以去练练需要单侧发力的项目 比如去踢踢沙带 那左边腿右边腿各踢100下 踢顺了之后再练练移动步伐 说不定问题自然而然就解决了